1796年 托马斯·杰斐逊收到一箱他无法辨认的骨头 那又长又尖的爪子让他想起狮子 但他的壁骨显示其位更大型的动物 一个大约三米长的动物 想知他可能是某种未知的大型北美狮 杰斐逊提醒探险者刘易斯和克拉克 要注意这种神秘的猛兽 但是杰斐逊的那一箱骨头并非来自狮子 而是来自已灭绝的大型树篮 大约三千五百万年前 史前陆地树篮开始出现 许多物种生活在北美、中美和南美洲 同时生活在那里的还有其他远古生物 比如鲁齿象和巨型鲲鱼 一些陆地树篮像猫一样大小 如Megalonicate 但很多体型庞大 杰斐逊收到的树篮 巨爪地篮大约有一吨重 但还比不上大蓝兽 大蓝兽可重达六吨 比得上一头大象 他们用强壮的手臂和利爪 缓步穿过森林和热带西树草原 拔除植物、爬树 以青草、树叶和史前牛油果为食 实际上没有大型树篮就没有今天的牛油果 小动物吞不了牛油果的大种子 但史前树篮可以 就能将其树种传播得更远 大蓝兽物种繁盛了几百万年 却在一万年前开始灭绝 一同灭绝的还有西半球其他巨型哺乳动物 研究者认为 大蓝兽的灭绝可能是由于即将到来的冰河时代 或是由于与其他物种间的竞争 也许是人类 因为在同一时期人类到达了美洲 一些较小的树篮确实存活了下来 并迁移到树梢 如果有六种树篮住在热带雨林的顶端 它们都集中在中南美洲 挂在树上是一个避开捕食者的好方法 还有很多叶子可供食用 但这种饮食有其缺点 动物们从食物中提取能量 并用这种能量来移动 来保持体温 保持器官正常运作 和维持生存必要的其他活动 但叶子的能量含量并不高 这仅有的能量又很难提取 大多数食草动物在吃叶子的同时 也会使用其他更高能量的食物 比如水果和子类 但树篮 特别是三指树篮 几乎只吃叶子 为了以这样的饮食习惯生存下去 它们净化出了特别的习性 首先 它们可以从食物中提取出 尽可能多的能量 树篮有一个多腔位 占据它们身体的三分之一 不同种类的树篮需要五到七天 甚至几周时间来消化一顿饭 它们的另一个秘诀是尽可能少使用能量 当然 要想避免消耗能量 首先就要减少运动 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吃饭 休息或睡觉 它们每周从树顶下来一次 只是为了上个厕所 当树篮动起来时 真的很慢 它们大概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来过一条普通的马路 这种不慌不忙的生活方式 意味着树篮并不需要很多肌肉 实际上 它们的肌肉量比其他同体型动物 要少百分之三十 树篮使用更少的能量 也是为了保持体温 因为它们的体温可以上下波动约五摄氏度 这个波动值低于冷血的爬行动物 但比大多数哺乳动物要高 树篮的这些身体和行为上的适应 能帮助它们减少能量消耗 降低新陈代谢率 三尺树篮的新陈代谢率 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慢的 大熊猫的第二慢 双尺树篮的第三慢 行动缓慢的生活方式让树篮们在树梢的生活得意逍遥 但也使它们自己的身体成了其他生物的生活场所 比如藻类 藻类让树篮的外形显得更隐蔽 也可以被当作临时享用 树篮可能不再是巨型猛兽 但那并不代表它们不够酷 接下来观看本视频 了解大象为何拥有惊人的记忆力 或者观看本视频 追寻人类最喜爱的猫类朋友的训养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宗